在海关号下水之前 ADS潜艇原型舰的模型 已经引发了广泛关注 许多人对其外观设计的来源 进行了各种猜测和推测 但事实往往并没有那么神秘 首先潜艇的外观 通常指的是外部翘体 俗称软壳 并不是决定潜艇 耐压性能的关键 真正重要的是内部的压力壳 即使是单壳设计的潜艇 比如舰龙级 以及其荷兰的其余级前身 甚至包括美国的类似型号 其压力壳外也有软壳包裹 这一点从公开的设计资料中 可以清楚地看出 因此单凭外观来判断 1168设计是否借鉴某国型号 或技术来源 显然是片面的 众所周知 该原型舰的设计 受到了舰龙级潜艇的深刻影响 设计团队在探索过程中 尝试了多种方案 主要的区别体现在 外观和某些设备的布局上 而基础设计框架 则保持相对稳定 这是因为 虽然台湾获得了 荷兰提供的建造图纸 但技术包中并不包括 原始概念设计的完整资料 由于缺乏这些核心数据 对压力壳的尺寸 容量和重量进行调整 将极为复杂且充满风险 台湾自主建造的这艘潜艇 如今已正式亮相 即性能大幅提升 较现役的舰龙级潜艇 有致的飞跃 海坤号配备了 18枚48克瓦茶重型鱼雷 并计划未来加装鱼叉反舰导弹 整体实力令人瞩目 作为台湾海军的深海利器 海坤号及其嫌号 711号已经提前公布 这可能是因为 台湾计划建造8艘新型潜艇 就有嫌号资源紧张 因此启用了新的编号体系 直到第8艘的718号 而海自开头的命名传统 可以延续 这8艘新潜艇 将与两艘老旧的 舰龙级潜艇 共同组成舰队 虽然舰龙级将升级装备 以缩小与新潜艇的差距 但新潜艇的性能优势 依然显著 从性能上看 新潜艇的下潜深度 远超现役的舰龙级 后者下潜深度为300米 而海坤号的下潜深度 可达350至380米 而这仅仅是原型舰的表现 量产型号的性能 可能会更加优异 总体而言 海坤号的出现 标志着台湾 在潜艇自主制造上的 一次重大突破 不仅性能实现了跨越式提升 还为台湾海军 注入了全新的力量 据军方透露 海坤号潜艇 全长约70米 宽8米 高18米 海水量 鉴于2500至3000吨之间 其舰壳设计采用混合结构 部分为单壳 部分为双壳 舰体分为六个主要部分 加上一个特殊段 共七部分 关于维舵等关键设计细节 目前仅只采用X型设计 具体细节尚未公开 为保密起舰 下水仪式将采用遮蔽方式进行 而这项技术 正是海军领域高度保密的秘诀之一 除极少数高度保密的设计外 海军号的大部分设计细节 已对外公布 整体设计相当先进 尤其是各大系统配置 均为台湾自主研发的顶尖技术成果 关于武器系统 虽具体型号尚未揭晓 但已知包括两部分 一是美国制造的顶级重型鱼雷 MK48 其威力巨大 虽无直接击沉航母的记录 但威名远扬 二是美国鱼叉反舰导弹 该导弹在美国海军中享有剩余 因其广泛的试用性和卓越的性能 几乎能与所有舰艇兼容 包括非美制武器系统 据透露 海军号初期将装备18枚 MK48重型鱼雷 而鱼叉导弹 则计划在未来量产型潜艇中配置 因此 即将下水的海军号 在攻击力上主要依赖 MK48 作为台湾自制潜艇的原型舰 海军号的主要任务 是进行试验和性能测试 而非直接作为主力舰艇使用 因此 其部分功能上代完善 需通过试航来全面评估其性能 未来量产型潜艇 将根据海军号的试航结果 进行相应调整和优化 尽管海军号非主力舰艇 但它仍将加入台湾海军序列 与其他新型潜艇并肩作战 尽管在性能上可能有所差异 目前确认的装备中 已包括鱼叉导弹 但这并非其最终武器配置的全部 关于海军号的测试安排 台湾军方计划 在下水仪式结束后 即刻启动一系列测试 涵盖靠泊测试与海上测试 目前公开的测试重点 在于战斗系统的评估 具体测试细节尚未对外估 但根据国际潜艇测试惯例 测试内容将广泛涉及航行性能 潜航能力 作战效能 武器系统 及设备可靠性等方面 预计整个测试周期 将持续约半年 预计在一切顺利的前提下 海军号有望于明年5月20日之前 正式交付海军使用 不过 鉴于这是台湾首次自主建造潜艇 实际交付时间或有所调整 但最晚 不会超过明年年底 值得一提的是 海军号能够提前至2023年下水 舰龙级潜艇的经验功不可没 可以说舰龙级 为海军号的诞生不平的道理 这两型潜艇实则同宗同源 舰龙级源自荷兰技术 而该技术又基于美国白鱼级的概念设计 值得注意的是 即便是荷兰 也可能未掌握白鱼级的完整概念设计资料 且即便拥有 也需经美国同一方可转交台湾 这一点 在海军过往寻求潜艇设计技术的历程中 已得到验证 潜艇设计受限于其有限的内部空间 压力壳内的容量 成为设计的关键制约因素 因此 IDS设计团队在规划时 必求避免需重新进行复杂传舶工程计算的重大设计变更 以降低设计风险 鉴于舰龙级潜艇的建造历史已近40年 原设计图纸上的许多设备已难以获取 团队不得不采用市场上的现有替代品 这些替代品在尺寸 重量 能耗 散热 隔音 防震 及维修空间等方面 可能与舰龙级原设备存在差异 不需进行相应调整 IDS原型舰在压力壳设计级电池配置上 尽可能沿用了舰龙级的设计 以控制风险 在缺乏原始概念设计资料的情况下 避免可能引发连锁反应的传播工程计算变更 是既合理又明智的选择 此外 考虑到IDS项目的设计周期紧张 资金有限 经验不足 及外国技术支持的严格限制 这一策略也是无奈中的最佳选择 这也是海关号在尺寸 重量等参数上 与舰龙级极为相似的主要原因 显著的设计变动 包括尾舵由十字形 转变为X型构造 推进7叶片 则从5叶增加到7叶 以及调整了舰手的外观 选择X型尾舵 主要是为了提升潜水作业的灵活性 和海底这底石的安全性 X型尾舵 在潜艇进行补养或转向时 四个控制面同时工作 相比十字形的上下左右 各两控制面 单位面积的控制力更大 增强了潜艇的操控性能 此外 X型尾舵的每个舵面 所需面积较小 因为原本两个舵面的受力 现在分散到四个舵面 这不仅减小了阻力 还降低了流体噪音 X型的布局 与推进7叶片相协调 通过优化尾流场 来提高推进效率 并减少噪音 然而 X型舵的操控 比十字形更为复杂 需精确控制四个舵面 依赖电脑控制 并在设计阶段 进行大量模拟验证 同时确保系统失效时的备份控制 海关号采用的 七叶弯刀型推进器设计 相比传统5叶设计 能在较低转速下 提供相同推进力 从而在同航速下降低噪音 由于推进7叶片的空话效应 是远距离被动声纳侦测的 主要噪音源 而七叶螺旋桨产生空话的转速较高 意味着潜艇能在更高速度下 保持安静航行 而不产生空话噪音 传统舰船推进器叶片空话现象 通常始于10至12届航速 而先进设计 能推迟这一现象的发声 具体取决于工程技术水平 关于舰手外观的疑问 1168型潜艇的主声纳 继续沿用传统柱状配置 而非球形或阵列式 因此 舰手形状无需大幅修改 随着美国重新强调岛链战略 台湾在潜艇自主建造方面的进展 无疑将影响印太地区核心的水下力量格局 谈及岛链战略 不得不提二战后 形成的第一岛链防线 它北起日本 南至菲律宾群岛 甚至延伸至越南中部和印度伊西亚 形成一条弧线 韩国作为美国盟友 且与朝鲜接壤 自然也是第一岛链防御体系的一部分 接下来 我们将分别探讨 东南亚和东北亚地区的潜艇战力规模 在东南亚 越南于2009年 以约20亿美元 折合新台币643 3亿元从俄罗斯购入了 6艘基洛级636型柴电潜艇 这些潜艇自2014年至2016年间陆续交付 并归属于越南海军 2011年成立的第189潜艇旅 驻扎在金兰湾军港 印度伊西亚方面 2011年 它们以约11亿美元 折合新台币354亿 31亿元的价格从韩国大雨造船 购买了三艘张宝高级柴电潜艇 命名为大家帕萨级 前两艘由韩国制造 第三艘阿鲁格罗号 则是印尼在获得技术转让后 自主建造的首艘国产潜艇 此外 印尼还保有 从西德引进的两艘查克拉级柴电潜艇 但其中一艘型号402 在演习中不幸沉没 现役潜艇数量减至4艘 有报道称 印尼原计划在2019年 向韩国增购三艘同级潜艇 但因不符合作战需求 转而考虑向法国购买两艘 由鱼籍柴电潜艇作为替代 菲律宾海军虽历史上未曾拥有潜艇 但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起 便着手军队现代化计划 包括潜艇采购 该计划因财政问题多次延期 但目前已进入以海军为重点的第三阶段 菲律宾海军自2019年起 评估潜艇采购方案 把国海军集团的鱼籍柴电潜艇 成为潜在选择 预计采购数量不超过三艘 若采购成型 潜艇将驻扎于旅松岛西南侧的苏比克湾 与越南海军潜艇部队隔海相望 转向东北亚 日本海上自卫队目前拥有23艘传统动力潜艇 包括9艘清朝级 12艘苍龙级 以及2艘新入列的大晶级潜艇 大晶级第二艘潜艇白晶号 装备了锂电池系统 显著提升了巡航时间和隐蔽性 已于今年3月正式服役 日本海上自卫队的第四潜水舰队 驻扎在横须赫海军基地 该基地同时也是美国海军第七舰队 在西太平洋的驻地 韩国自1990年代起 逐步建立潜艇部队 主要通过引进德国技术 实现本土化生产 目前 韩国潜艇部队拥有20艘潜艇 包括基于209型设计的9艘张宝高级 9艘基于214型设计的增援一级潜艇 以及两艘韩国自主研发的 3000吨级岛山安昌号柴电潜艇 好了 本期内容到此结束 对于这些信息 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分享你们的看法和讨论 如果对于内容有任何补充 或不尽完善之处 也请在评论区留言 以便我们进行更新和完善 我是怀宇哥 咱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